艺人凯勒生已一年 近日却爆出早已密婚 已需男友升格人妻 凯勒去年4月 卷入小猪和周扬青的分手风波 被指控介入感情当小三 和老板罗志祥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事发后凯勒在IG发文道歉 间接承认了小三身份 事发后形象重创 演艺事业一戏崩坏 许多人怎么样也想不到 那个在幽幽台出道 形象清新天真的蝴蝶姐姐 会成为新山八卦的头版头条 丑闻爆发至今 凯勒从未公开露面过 唯一更新的一则贴文 则是停留在去年9月16号 挨到好友小鬼黄鸿燊的离世 之后便彻底身影 销声匿迹 事隔一年 近日突然被媒体爆料 凯勒在家人和衣室男友的陪伴下 心情已经慢慢平复 更有消息指出 凯勒早已低调出嫁 升格当人妻 而男方家庭也不希望她婚后 抛头露面 所以目前战无付出的打算 你好 baby baby 感觉听起来很 反观时间管理大师罗志祥 目前有计划的慢慢重返萤怒 不仅开设个人YouTube频道 稳定的每周更新影片 亲自上街和民众对决 改走新鸣形象 大方分享日常 如果一千块没有花完其他钱是怎么办 如果一千块没花完的话 就要还给我们 6月6号更是在IG上和网友互动 面对提问几乎有问必答 就连敏感的感情状况 也毫不避讳的直接大笑任单身 还反馈对方没看新闻 亲自辟谣和周扬青的复合传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